這支影片一致拉兩台網路行銷滿天飛的掃脫計劃 別的業配好棒棒的什麼都會 我們只靠數據有評有據 就看看石頭SG MAX V ULTRA 和柯沃斯X1 OMIM可以對達到什麼程度 SG MAX V ULTRA是石頭最新最頂旗艦 LDS雷射導航自動抬升升波拖地 清潔作用能自動集成、洗紅拖布自動補水 單機售價將近四萬元 對手位柯沃斯X1 OMIM D-TOP非秒雷射加上旋轉加拖地 機座一樣自動集成、清洗拖布和自動補水 不用另購套件就能熱風烘乾拖布 價格三萬桌頭比石頭便宜一些 這一片我們會以石頭為主 客戶是這台上一篇就已經講過囉 石頭機皇單機就叫做SG MAX V 內附基本充電座 加上這台沒有單賣自動集成 自動洗拖布的ULTRA清潔座 全部就叫SG MAX V ULTRA 再加上另外買的熱風烘乾套件組 就是大全餐 SG MAX V本體走黑色霧面塑膠材質 重量4.7公斤也算很沉 外觀跟石頭S系列都長得差不多 都是圓形的 正前方是一個3D結構掃描鏡頭 旁邊一顆RGB鏡頭可以拿來視訊拍照 兩側則是結構光發射模組 下面一個LED照明燈 左右兩個充電接觸點 在側邊一個牆壁感測器 這邊一個假的出風口裝飾用的 轉到正後方 上面是自動補水感測器 中間壓一下就可以取出水箱 一個補水口 下面是一個拆卸脫部模組 這裡一個出風口裡面有養生器 翻到底部有一個地毯偵測器 兩個充電接點 一個萬象輪 一個五角邊刷 六個跌落偵測感應器 兩顆月仗主輪 中間按壓一下就可以取下蓋子 拿出矽膠主刷 拿掉脫部模組 後面一個小孔就是擠水孔 可以把脫部打濕 旁邊金屬棒會高速震動作伸波拖地 整個脫部構造可以抬升 看回來頂部 前面一排緩衝的前檔總層 頂部LED指示燈 充電量綠燈 煤電量紅燈 不同清掃模式顏色也不同 三個實體按鈕都有背光 這邊一個麥克風和兩個裝飾用的小孔 長按這兩顆就能重置Wi-Fi 中間一個Z字突出 是LDS雷射導航模組 先看後面蓋子 可以看到Wi-Fi指示燈 重置按鈕和可拆卸的集生盒 S7 PSV的集生盒和水箱 都可以三獨取下 自己倒自己補水 當然也可以交給Ultra清潔處 來處理比較彈性 客戶式也跟這段 那OMIN這一台就只有集生盒 可以自己取出自己倒 但水箱就沒辦法拿出來了 機器人脫離機座 就沒辦法補水 有比較有差喔 實測之前 簡單看一下兩台的硬體規格 最大吸力 電池容量 機身高度 月章高度的差異都不大 也都有3D結構光和鏡頭做物體辨識 有差的地方主要就在導航系統跟拖地系統 石頭多了抬升機制和聲波震動 我們這兩台都已經跑了兩個月 韌體也升級到最新才開始實測比較 等一下結果都是實際跑出來 沒有再亂講話喔 先看石頭這邊 使用LDS雷射導航 開啟建立地圖模式 三房兩天的30坪住家 實際清掃面積約19坪 地圖建立9分鐘有點久啊 主要是LDS雷射偵測距離比較短 路線要跑得完整 才能把整個室內地圖都建出來 同樣平均 柯沃斯這邊4分鐘就建完地圖 只要石頭一半的時間 可以發現每個區域房間都進去一下 繞一繞就畫好了 證明DTOF飛秒雷射不是假的 感測距離超長 導航機制部分是柯沃斯得1分 再來看掃地、清潔力和覆蓋率實測 石頭把吸力標高MAXV Plus 最高檔位 脫步拔掉純掃地 先是繞場一圈 然後走公字形路線 走完一邊後 會再繞一圈 換個行進方向再掃一次 變成棋盤格路線 過程路線走得很平穩 吸力夠大邊刷也不會亂噴 整個掃完除了牆壁邊邊 還留一點麥片 其他區域都很乾淨 清掃覆蓋率有到95% 柯沃斯也開到超強吸力 拿掉脫步走純掃地模式 設定清掃四處兩次 也是先周圍繞一圈之後走公字形 中間不知為何走了幾次重複路段 後來恢復正常換個方向再掃一次 變棋盤格路線 走得平穩 雙邊刷也不會亂噴 只是會有一些遺漏 整體音量比石頭小生一階 最強檔位掃完一輪 賣片還是有一點殘留 回到基座時直接掉落一坨 自動集成吸力也不太夠 很多麥片都還在集成盒裡面 整體覆蓋率大概90% 換到拖地能力 我們拿了25片瓷磚滴上無糖咖啡 石頭開啟純托模式 擦地強度中檔位加上精細拖地功能 先是繞場一周 然後走公字形度線 其實一次就已經拖完了啦 但又換個方向加強拖一次 清潔效果就你看到的這樣 最角落有miss掉一些 覆蓋率95% 輪到科沃斯 拖地水量調成中精細拖地模式 清掃兩次 先是繞場一周 再來公字形路線 這裡有一小塊沒擦乾淨 再來換個方向再拖一次走棋盤格 但那一塊還是沒拖到 覆蓋率大約90% S7 Max V Ultra有台聲拖部模組 偵測到地毯就會把拖部模組抬升起來 這樣拖部不用拆就能存掃地 X1 All-min拖部沒有抬升機制 遇到地毯只能繞路 要吸地毯存掃地 你就只能手動把拖部拆掉 這部分注意一下喔 掃地機器人在拖地不是水量越高 擦地能力就會越好 弄得太濕 反而會把污漬拖的到處都是 我就是那個苦主 所以剛剛測試只開中檔位就是這個道理 月葬能力測試 石頭蠻聰明的 這些障礙都閃得過 只是不小心推倒了小恐龍 安全距離抓得比較穩 連便便都不會碰到 最大的魔王IKEA搖椅 也是繞一繞就閃開 這個厲害 但有些地方就沒掃到了 客戶室這裡辨識能力一樣強 掃的路線比較精細 一些細縫都會鑽進去掃 但是遇到IKEA搖椅纏鬥了好幾分鐘 回來的時候把石頭沒掃到的地方也掃了 順便帶一條線材回家當禮物 3D結構光避障測試兩台都很精準 最大差別就是IKEA搖椅的辨識度 柯沃斯還是弱了一點 石頭做了物體辨識還會多拍一張照 地圖上面的藍色點點就是障礙物啦 可以在APP點開來看看是什麼東西 擋住了它滿足你的好奇心 那這個照片每次掃都會刪除 不會流檔 柯沃斯的地圖就是單純修路線 不會在地圖上顯示障礙物給你看 再來輪到耗電續航的測試 也是兩台差異最大的地方 我們嘗試用不同吸力和拖地強度 在同一個環境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兩台的掃地、拖地都開標準檔位 石頭實際掃拖12頻 跑一輪43分鐘 電力消耗24% 回到情況 柯沃斯實際掃拖小了一點10.3頻 耗時44分鐘 電力消耗20% 相同環境下兩個差異不大 現在還把掃拖檔位全部開到最高最滿 石頭實際掃拖12頻 全部跑完44分鐘 耗電39% 比剛剛標準檔位多一些 柯沃斯這邊實際掃拖10.3頻 耗時47分鐘 耗電高達81% 掃得比人家少 耗電卻比人家高 這個真的要扣一分啦 客戶之外X1OMIN 檔位全開的情況下 不只用電用的兇 還給我當機兩次 直接罷工不少了 開中檔位就沒這個問題 建議不要太操他啦 那反觀石頭這邊S7 MAX V ULTRA 都很OK MAX檔位三房兩聽30頻 一次就可以全部掃完 電力也夠省 電源管理部分 石頭在電力剩下20% 就會停止清掃回去充電 從19%開始充 30分鐘可以充到21% 3小時30分鐘有99% 幾乎快滿電 3小時42分鐘 可以完全充飽5200mAh電量 速度算快哦 客戶是電力降到15% 就會回去充電 從14開始充 30分鐘可以充到23% 5小時30分鐘可以充到99% 比石頭多了2小時 全部6小時可以充飽5200mAh電量 充電時間平常不重要 就是斷點續少要用的時候最重要 石頭如果少一少沒電 會預估還需要幾% 才能把剩下的掃完 充到那個%數就會出發 接著繼續掃 反觀科博斯就比較笨了 不管剩下沒掃的區域有多少 都要充滿整整6小時 電量到100%才會再出發繼續掃 那如果檔位開大一點 你出門的時候掃到沒電 可能回到家的時候 它還在充電還沒有掃完 石頭Otoma清潔座小小一個 分別有3公升的污水桶和清水桶 2.5公升的集成桶 電源指示燈平常亮白燈 每水要換水都會亮紅色提醒燈號 MC Mac V水箱在屁股 每次要清洗脫步都需要轉個身換屁股進去 開始清洗 每次清洗脫步都會用掉 大概100-210毫升的水 算一下平均3天需要換水一次 集成帶大約可以支撐2個月以上 滿了再換 除非你家是豬窩啊 底座在洗脫步的時候 會把灰塵堆到旁邊 再把濾網拿出來清一清就好 把原本的底盤拆掉 就可以扣上熱風烘乾套件 APP也會同時解鎖自動烘乾選項 旁邊會突出一個小書包 底盤會多一排出風口 電源線也整合進去了 整台只需要一個插座就好 Coverse X5-MIM基座大大一個 水箱容量4.2公升比石頭大一號 中間的集成帶2.5公升 開始充電 直接內建熱風烘乾不用另購套件 剩下的之前都講過啦 自己去看吧 洗脫步和補水都不用轉屁股 每一次清洗脫步耗水 120-199毫升 算下來平均4-5天換水一次 底下的底盤可以注水 但不會自己清理 需要拿刷子手動刷 開始集成 兩台基座的集成音量都很大 家裡洋寵物的注意一下喔 相比之下 石頭Otra清潔座選項比較豐富 包含洗部模式和回洗間隔 能調的都比較多 自動集成吸力也有四段可以切換 兩台也都有熱風烘乾功能 也都能用烘的乾 就是石頭要再多花一筆另外買 也還差個銀離紙除臭啦 石頭APP的就是RoboRock 支援iOS和Android 米家APP也可以遙控 不過一定要用RoboRockAPP 才能有視訊通話功能 SGVEXZ靠2.4GB網路連線 人不在家也能用行動網路遙控喔 配置完成後首頁就長這樣 點一下進入就可以看到地圖資訊 這邊點一下地圖顯示 可以設定房間名稱和檢視2D或3D地圖 禁區設定主要針對虛擬牆 找拖禁區拖地禁區去做設定 地圖編輯可以命名和編輯房間區域 攝影機圖示會開啟視訊鏡頭 左下角是開始清掃 右下角是返回清潔座 這邊可以選三種清潔方式 痊癒就是拳頭掃 選區就是選區掃 畫區就可以劃分最多5個區域 這邊是兩台機器人都有的功能 它們在建地圖的時候都會割好房間區域 APP的地圖編輯功能這些都有都完整 全部立在這邊了 有需要的參考一下喔 點一下右下角可以調整掃脫模式檔位 選擇緊拖地 還可以切換日常插和精細插地 選擇緊掃地會多一個MAX PLUS檔位 最高吸力5100%還會走棋盤隔路線 制定這裡可以指定不同區域的掃脫檔位 還有智慧推薦幫你選檔位喔 和隔壁科獲斯比較起來 石頭的吸塵吸力最多5段 比科獲斯多一段 清掃次數也可以調得比科獲斯多一次 最多3次 剩下的差異都不大 地圖管理部分 石頭可以多樓層管理4張地圖 定時清掃可以最多10組排成 Reactive AI識別避障這些建議都打開 如果家裡有養毛小孩就把寵物環境開啟 地毯清潔設置建議打開增壓 切到自適應地毯 基礎設定可以設定洗部模式 回洗間隔還有集塵模式 自動或剛剛要安裝好熱風風乾套件 才會出現記得打開 語音及音量是調整雨季和揚聲器音量用的 即時監控選項只能選擇啟用狀態和設定密碼 要視訊要回首頁喔 再來機器人設定裡面選項很多 主要就是燈號、兒童鎖、勿擾模式、離風時段充電跟面積單位 接著是指哪到哪還有遙控模式 下面是清掃記錄、耗材和說明書相關的資訊 有需要再看吧 石頭的地圖管理有4張圖 可以有4層樓可以掃 客臥施只能掃3層樓 定時清潔和場景辨識兩台都有 就只有石頭有實景照片、寵物環境和補光燈 地毯增壓部分石頭是掃地和掃多都可以開 客臥施限定在純掃地才能開 兩台都有兒童安全索 只有石頭才有離風充電幫你省電費 勿擾模式可以定時段完全不工作不吵人 只哪到哪跟手動遙控兩台都有 不過局部清掃就是石頭強項了 石頭的手動遙控可以把機器人當遙控車 還可以邊吸邊拖 客戶是要遙控只能開視訊模式 也沒辦法吸地只能存移動 局部清掃功能就是隨便放一個地方 按下去之後開始掃一塊一平的四方形空間 這個客戶是沒有用過才知道好用啊 我們也試著讓這兩台和基地分開 關在另一個房間去掃 兩台都很聰明都能辨識這個區域 知道自己在哪 可是當發現出不去的時候 就只有石頭可以即時更新地圖 清掃完之後原地待機 客戶師就會產生錯亂 一直撞門一直想回去不知變通 視訊模式可以透過揚聲器和麥克風 跟家人對話 不過他們都看不到你啦 石頭有特別強調隱私 單純視訊通話不會留檔案 石頭要綁定Google Home 才能透過Google下指令 可以對著音箱不能對著機器人喊 客戶師直接喊聲 OK一口就能說指令了 也能用手機APP指揮喔 沒錯這是石頭業配 但是全部內容有評有劇沒有亂湊喔 原本我以為KOLS已經是最頂了 沒想到石頭這台更貴又更強 堪稱掃地機器人中的黑卡等級 石頭續航牆充電塊 還有台身脫步可以掃脫 重點是沒有當機過地圖管理走穩定路線 對啦那我們之前也拍過客戶師影片 那個時候最大檔位也沒現在這麼耗電 這幾次更新就不知道搞什麼 軟體就說石頭一大劫 不過單純少一層三房兩天家裡也沒地毯 你買X1OMIN就非常夠了 那貨外牌石頭是真的高價 貴個9000 熱風特兼還要另外買 記得等優惠活動的時候再下手吧 買了這台S7 Max V Ultra最大好處 就是不用再想一些有的沒的 穩穩讓它少讓它拖就對了 沒有特別要黑哪一台 就是把測試結果好好講出來 我是科西口醫生 這次石頭S7 Max V Ultra 和科沃茲X1OMIN 掰掰 就算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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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